大家好 下面呢我们继续学习战略的第一部分 关于战略的形成模式 那么战略的形成模式呢 主要有两种 下面我们看一下 一种呢我们称之为产业组织模型 一种呢称之为资源基础模型 产业组织模型 它的大体流程是这样子的 从外部环境的分析 找到有吸引力的产业 然后针对性的形成战略 然后去寻找资产和技能 然后开始实施战略 到最后获得回报 它是这么一个思想 一个思路 相对它资源基础模型呢 它是这样的 首先呢它是根据你有的资源和能力 去获取竞争优势 进而找到有吸引力的产业 然后去进行战略的实施 最后获取回报 好 我们就看现在这两种模式 其实呢 这两种模式是代表了战略管理领域呢 两个学派或者说两个观点 第一个产业走路模型呢 是以麦克波特提出来的 主要是 几十年前提出来的 它是核心思想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只要找到了 有吸引力的产业 大家都能成功 不管是张三开的公司 还是李四开的公司 只要你们都找到那个好的产业 都能成功 都能赚钱 而随着近20年的发展呢 大家发现 不是这样好像 最重要是什么呢 不是找产业 而是要找资源和能力 也就是说 企业必须先拥有什么资源 比如人财物 还有能力 比如企业的组织能力等等一些 这样才可能往下进一步的走 去发展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产业组织模型 产业组织模型呢 他有几个前提 我们看一下 人家说 他认为产业对企业的影响 要超过管理者对企业的影响 我们具体来看 第一 环境对企业是否产生超额力 超额力产生压力或动力 第二 相同产业内的企业具有相同的资源 因而根据这些资源 会产生相同的战略 注意啊 你看相同产业 他还是以产业为主在说事 第三 战略资源在企业间是流动的 因而资源的差异性是短暂的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 他认为现在在市场中的资源 是自由流动的 比如说你有人买资源了 你找到谁谁 他认为过两天或者过一段时间 我也会有的 比如说你找到了原材料了 在什么地区发现原材料了 那么过两天我也可以到那去 采购原材料 他是这么一个观点 以及最后一个 决策者是理性的 追求利益最大化 他认为啊 企业的决策者都是理性的 那么这是产业组织模型呢 他是一个前提 这是一些 或者这是他的一些出发点 我们具体来看 他是怎么做的 首先 他是对环境的分析 那么对环境的分析呢 我们在第三讲会 给大家具体说 这就简单提一下 他对环境的分析呢 比如说对通用环境 比如说外部环境 通用环境呢 比如说政策环境 法律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等等技术环境 分析 以及产业环境的分析 比如说 你的所在行业 是简单的发展 以及竞争环境的分析 比如说你现在市场面临 竞争对手是谁啊 等等 他是第一步啊 环境的分析 然后要求做呢 就是我说的 研究外部环境 特别是产业环境 特别是产业环境 这最重要的 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 下一步就是找到 有吸引力的产业 那么什么叫 有吸引力的产业啊 很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产业的结构特征 可能使其获得超额回报 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行业 或者说这样的产业 叫做有吸引力的 那么要做什么事呢 定位于具有潜在超额回报的产业 其实说白了 第二步 用两个字概括 就是什么 定位 什么是定位啊 找准自己的位置 找准在哪的位置呢 对 找准在整个竞争市场中的位置 找准了 你就赢了 第三步 战略的形成 别人说 我现在找到一个吸引我的产业了 或者有吸引力的产业了 下一步呢 我开始做具体的战略 选择在特定的行业 获得超额回报的相关战略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识别 获取超额回报战略 这属于战略的形成 再下一步 资产与技能 现在我有吸引力的产业找到了 在这个产业中怎么做事 我也找到了 最具体的战略我找到了 比如说低成本战略 比如说我在这个产业 我去到这里边 这个产业里边 现在大家都做的都是太贵 我觉得我可以做低成本 把价格什么压低 比如说 小米手机刚上市的时候 对吧 一千九百九十九 性价比那么高 是吧 它的各种硬件 非常的好 那么此时 它的走路跟别的手机什么 同样的配置 它价格要低 近一倍 那么所以说此时它有什么呢 就是 低成本战略 或者低价战略 那么你形成了战略以后呢 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找资产 或者技能 也就是说实施 所选战略的资产和技能 要求的行动是什么呢 培育和获取 实施战略 所需要的资产和技能 也就是一个培育 一个获取 再下一个 战略的实施 好 你资产有了 技能有了 资源有了 那你开始实施战略了 选择相应战略 实施的行动 那么要求行动呢 运用企业的能力 资产资源 来实施你 制定好的战略 最后一步就是 卓越的回报 也就是说 获取超额利润 具体要做呢 就是维持 所想战略 打败 技能对手 大家看啊 产业组织模型 一步一步走下来 它是一个什么呢 从外 到内的过程 大家能感觉到吧 从最外面的 一开始的 宏观环境的分析 产业环境的分析 竞争环境的分析 这都是什么 在哪 这都在外面 对吧 企业外部 分析完以后呢 找到 在这么大的市场中 找到一个 先你的行业 产业 然后再往里走 根据先你的产业呢 再找到你自己的战略 找到战略后呢 再收缩 找你的资源和能力 然后用这些资源和能力 实施这个战略 然后得到回报 然后打败金融对手 这是它这个 这样一个套路 它这么玩的 好 我们再看资源基础模型 我刚才说过了 资源基础模型呢 跟 产业组织模型 这样有点相反 我们看 它有一些前提 它有一些出发点 第一 资源是投入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 一系列要素 诸如资金设备 员工的技能 专利财务等等 第二 能力是将一系列资源组合在一起 以实现企业特定的任务和活动 这称之为能力 第三 不同的企业资源的拥有是不相同的 要注意 注意第三点 不同的企业资源拥有不相同的 好 刚才说的产业组织模型 大家记得吧 刚说完的 他认为市场的资源随着时间的长或者短 都会什么 有个自由的流动 你有的我将来会有 但是他是说什么 不同的企业资源是不同 最后一个 即便是拥有相同资源的企业 使用资源的手段和能力 也是具有差异的 所以说 他提出一个叫什么 能力 也就是说你有 一个亿 我也有一个亿 咱们想同时去花 同时去生产同一个产品 那么加上产值也不一样 他是这么想 好 这是他的资源基础模型一个出发点 我们具体来看他的一个实施的流程 大家在看他的流程的时候 要对比刚才说过的产业组织模型 第一步 他是找资源 也就是说 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投入 他是找资源找投入 要做什么事呢 确立企业的资源 研究相对经营对手的优劣势 好 他是指 先在我现有的企业中 去找资源 最好是这些资源呢 是我的经营对手所没有的 或者说 是我的经营对手的劣势的方面 第二步 能力 资源有了 比如说我人也有了 我有30多个人 我钱也有 我原材料也有了 像我开始弄产品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能力 什么能力 你刚才说了 就是整合资源 执行任务或活动的能力 主要是资源整合和利用 说白了 所以说呢 要求的行动是 确立企业 比竞争对手做的更好的能力 做的更好的能力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京东 那么京东什么能力比较强 它的物流配送能力非常强 那么你上午下单 下午就到了 这非常强 你在淘宝 那些单独的卖家 可能还难做到 对吧 第三步 根据你的资源和能力 来确定你的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 你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 具体呢 就是 确定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如何建立竞争优势 比如说 现在我原材料都有了 对吧 我资源有 我能力有了 如何炒这份菜 这是第三步 通过资源能力 获取竞争优势 第四步 找 现在第四步开始找 找什么呢 吸引力的产业 确立产业的机会 更好利用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其实就是找到什么 有吸引力的产业 他是给你什么找 他并不是说 通过环境分析 去盲目的去找 通过环境分析去找 他是给你什么 根据你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以及形成的竞争优势 去找 有吸引力的产业 我看一下 我的这些资源和能力 在哪一些产业 可以玩的转呀 他是这么看的 以及战略的制定于实施 那么好了 我产产业找好了 我资源能力也有了 也知道怎么形成竞争优势了 下个步子干什么 就是用线把它穿起来 这条线就是战略的制定于实施 获取超额回报的行动 那么要求的行动 就是选择战略 充分利用资源和能力 以及环境中的机会 那么最后呢 就是卓越回报 获取超额的回报 要求行动就是 维持缩选战略 超越行业对手 这后面 后面两步与产业组织模型 是比较相像的 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呢 就给大家一直强调了 这是前四步 那么 关于战略形成的模式呢 给大家说了 产业组织模型 自缘其属模型 就给大家说这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